檳城八都茅上個月發生一家五口密門悲劇 事隔不到一個月 達西牛乳兒 一名驗室的警員 用警槍打傷妻子和兩名孩子之後 企圖吞槍自盡 最後關頭 被附上的妻子阻止 才沒有釀成另一宗人倫慘劇 賓州總警長拿督阿督加化證實 闖獲的警員是隸屬北賴警區的巡警 男士主昨天下午4點左右 在警區附近巡邏之際 擅自離開崗位 回到達西牛乳兒的住家 打開家門之後掏出警槍 向家中的妻子表達自己厭世的念頭 企圖淫淡自盡 27歲的妻子馬上出手制止 雙方糾纏期間擦槍走火 除了傷到妻子之外 睡房兩名年屆3歲和5歲的孩子 也雙雙重彈受傷 警方火速趕到現場 逮捕這名闖獲的同僚 並將受傷的三名妻小送面治療